跟朋友倡遊 吉隆景點情人湖到處拍照 再到涼亭煮熱食 大家一起用餐 原本開心的社區活動 現在卻因為這兩位民眾 讓大家陷入緊張 這張照片最近在歐洲拍攝 畫面中兩名富人 二月下旬跟團去捷奧和德國遊玩 三月七號返台後 又在十七日跟朋友出遊情人湖 不但一起共餐 拍照也沒戴口罩 民眾嚇得向衛生局檢舉 拍照的時候還戴口罩 但由於疫情指揮中心 發布旅遊史回溯 兩人如果去過捷奧 德國應該要進行 十四天的居家檢疫 但當地衛生局卻說 兩人只需要自主管理 那近期講得爬爬燥 那個民眾我們有去了解 他是屬於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 我們當然是建議他 盡量留在家裡 那可是沒有說他們一定不能出去 到底去過哪裡需要哪個檢疫層級 難道衛生單位也搞不清楚嗎 目前從歐洲返台就需要進行檢疫 應該是要待在家裡不出門半步 也難怪兩人到處爬爬燥 引發恐慌 記者朱丁龍 基隆報導